欢迎大家来到金庄艾石拆解金融密码 今天的题目就是 再讲最大和最后的展阳舞 其实最大和最后的展阳舞这个说法 我是在2019年就已经提出了 不过不知道有没有那么明显 有些梯图写着给大家找到 反反复复都讲了好几次 一直讲到现在 为什么现在又要再谈呢 原因就是因为 展阳舞计划是由2019年开始了 但是其实整个过程 可能是去到2025年才完 这样这个时间长了 但是其实真正令到大家觉得 哇死了打到来了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现在了 原因就是说 在这个2020年爆裂的时候 联储局就将利率跌到去零 就是为了狂印银子 就是说当时呢 这个美国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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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2万亿 那么因为爆裂呢 就一直引到现在呢 就已经31万亿了 那么如果你有那么多利息 然后呢 你还想着加息 就是抓死 所以呢 它就是减息减到零 就是等于说 好像呢 是令到呢 这个美国政府呢 省了一些钱 那样 就是说每一年 美国政府呢 是要为这个美国国债给利息 那么呢 如果你呢 你计20万亿 美国国债 两利息 就是4千多万 4千多万美元的纳税人的钱 那如果呢 它减息减到零的话呢 当然它印多少 都是没有分别 就是以负息方面 另外呢 就是 它起码省了年多 不用给利息 或者给很少 有什么用 就当然将来有用 好了 那么呢 其实呢 这个世界呢 就已经一早 习惯了 就是这个美国的息口 在两利的时候 大家的运作是很正常的 就是无论是借钱那些 习惯了 两利加上去 那之后呢 那之后呢 存钱那些又习惯了两利 那之后呢 发债券那些又是看着两利 好了 那这样呢 如果当联储局跌到零 再一路加上去 两利呢 照计呢 这个世界的金融体系呢 对于这个 无端端 多了两利息 是应该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那就是说呢 其实呢 其实呢 早派呢 加息加到两利 本应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但是呢 是因为俄乌战争 才有反应的 这样 好了 那接着呢 由两利开始 一加息 那就仆街了 那大家呢 就忽然之间发觉 哇 爲什麽那些钱 好像去去去去走 那样 因爲息差 那当然 如果没有俄乌战争的话 那些热钱就不会走那么快 所以就会有俄乌战争 好啦 那就是说 由两利开始 加息 那些呢 才是真正展阳湖的开始 那 那 那 爲什麽这个展阳墓 就是 爲什麽我现在说 就因爲 现在才真正开始 那爲什麽是最大的展阳墓呢 因爲 今次呢 它是 不分敌我 见到钱 它就会割 就是 不是区域性 不会分这个 自己有 或者其他人 就是 那些人 就是 那些人 全球 所以 就是最大 那 那爲什麽是最大的 那 就是因为 全世界人眼白白看着你 这个 GDP 就23 万亿 你这些国债 是已经超 远超了GDP 第二 那些国家 没有东西 但是你是 美国 美国 美元是 世界货币来的 我眼白白看着你 超发了 那麽多 它还写着是 这个 超发了25% 喂 超发了25% 就等于你 老屈我们全世界 有25%通胀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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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就准是会想办法 沽美云 那麽 那麽 但是以前就说 哦 因爲呢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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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都不能死,我說了很多次,不是沒有傷,但是不能死 還好地地,一樣在運作,雖然增長少了,但仍然在增長,死了沒有? 其他國家就開始說,原來美國都不是那麼害怕 所以我們如果大家越多人動手,就越安全 於是大家就紛紛投入去美元化的大軍 連歐洲都想著,歐洲的瑞士都在去美元 以色列也在去美元,總共有61個國家在去美元 這個是在說程度有多少呢?當然現在的程度很少 但是當剪羊毛的恐懼越來越近的時候 它去美元的動力就越來越大了,所以剪羊毛之後 美國就一定會喪失了它這個,即是美元霸權的地位 不需要喪失很多,就算它仍然是全世界排第一的流通貨幣 只要它沒有了這個制裁的能力,它就已經喪失了霸權 那這個程度要多少呢?就是只要人民幣的流通量去到雙位數 那美元去到少過50,它霸權已經沒有了 那就是說當它霸權沒有的時候,如果再濫發貨幣 那些人就會去美元,就是完全不給面子 所以這次是最後一次,為什麼是最後一次? 因為那些人還沒有趕得及,所以這次應該是會刺到的 好了,現在就講一下,既然已經加息到3.25% 然後呢,9月的通脹仍然是8.2% 嘩,你真是,如果你明白這個金融的話 那你想一下,聯儲局說就說加息是要壓止通脹的 我已經由零加到3.25%,我快到了頂了 但是通脹都沒有跌,就是由9.1%跌到8.2% 算是什麼呢?8.2%已經足夠你暴動了 那就死定了 其實7點多,有些人都暴動了 何況是8.2% 究竟加息有沒有用呢? 這個就是吊詭的地方 就是說,究竟為什麼聯儲局還要加息 剪陽毛這件事,究竟它是會成功還是失敗呢? 今集就要講一下,按掣吧!